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氏夫妻帶著他們的小寶寶 大家可能不知道宋豬阿姨跟寬姐的一段故事 其實為什麼寬姐這麼尊敬宋豬阿姨 就是因為當年寬姐剛出道的時候 她還是很嫩的工作人員 結果在現場片場的時候 有一次她就不小心坐到那種工作的箱子 然後就被現場那些前輩罵 這個時候有些人站出來 幹嚇那個人 那個人就是宋豬阿姨 掌聲給他鼓勵一下 小寶寶 不可以給他祈福嘛 對不對 對啊 人家在掌聲道問的 不知道你那個小寶寶 你小寶寶不怕這個 人家扯到那一百歲 你跳起來我在想 幹 你沒有叫MOTHER MOTHER是故意 他一直沒有人講故意 是不是 因為寬姐那是小寶寶 沒有人家哭 現在還要哭他 沒有人家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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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所以寬姐這麼會罵人 都是來自 還有我們的男主角之一 九孔哥 還有我們的導演 朱導演 來歡迎三位 來 朱導演 導演講兩句 來 朱家英導演 大家好 今天是復興節 然後 先祝大家復興節愉快 然後這個是一個 適合合家觀賞的一部 開心又溫暖的片子 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明天一起來看MOTHER 謝謝 謝謝朱導演 辛苦了齁 寬姐特別喜歡跟朱導演合作 不得已喔 就不得已 沒有人家跟我說 現在有人問說 哇 這個戲 對不對 很感人啊 其實口碑還不錯 很多觀眾看得很開心 對啊 也有很多人感動的落淚 真的齁 他們就問我 你到底有沒有哭呢 有沒有很感動 我說當然哭啊 沒來沒去 花那麼多錢 就沒拍那麼久 一定哭的 沒有哭的 問他不一樣 如果我是以為求情在哭 你是以為他花錢在哭 大家前面歡迎徐若萱 慢慢來 繼續 MOTHER 好 那你可以用機器人的聲音 跟大家推薦一下 這部好看的電影嗎 MOTHER 喂 喂 怎麼慢慢講怪怪的 對 講快一點 那你們 那他們不能斷章局面 對 不會 不會 各憑良心 沒關係啦 剛剛前面有更髒的都講過 MOTHER 好 真的很好看 趕快去看 MOTHER 好 換起來還會害羞 好 謝謝冰冰 謝謝 用心的 MOTHER先生 那今天除了我們劇組的人員之外 我們各界的朋友也都來支持 馬上我們來歡迎金曲歌王 蕭敬騰同學 謝謝我們刮喔 刮喔 來來 歌王你看過MOTHER了嗎 來麥克風 昨天 我看過 我昨天搶先看 真的假的 對 你包場嗎 對 謝謝 感動耶 對 媽的等吧 對啊 MOTHER好 真的很好看 希望大家 準時 去電影院裡面 專心收看 謝謝 好厲害喔 你還有一點那種沙 那種耳耳的聲音 來我們歡迎我們最大位的站台大哥 諸葛亮大哥 帶著我們大尾努麥電影裡面的小同心 今天好日子是八八節 也是阿寬的電影 喜露仙的電影 今天就做了吧 對 明天上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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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是很適合大家庭來看的一部電影 阿公阿嬤可以帶村來看看 阿爸阿嬤可以帶學生來看看 真的不錯 幫忙發一下好嗎 來 機器人幫忙發一下 我們 大家重回到小時候的歲月 那麼既然是要妹妹 來來來 OK 好 大家看前面 我們因為是馬的二號 他們就比個二嘛 好不好 來 八月九號要看什麼電影啊 八月九號 漂亮啦 如果不看就快樹豬阿姨出來走好不好 好 三分 三 mum 三啊 一再三 五一 三